贴着工作表、日历 加速你的所谓的工作分配跟进驻管理 平常收信 只是讯息的交换对不对 可是常常 你说到信件是有工作要做的 或者是有 约会要安排的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如果你的信 很多很多 有没有可能你的工作就被埋没在那个信堆里面 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些 方式去做管理 不然的话 信那么多 即使他把你绑掉那么多热射信 注意来说也是不好 因为你光找信 然后什么时间要处理什么就忘记了 所以你看一下我这里 我是平常是有加入一个东西叫做 这个 从这边有没有发现有通讯录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工作表 像我在这里我就会去列出来 有没有 你可以有点类似像 变条纸那样 但是很重要的 不是 只有单纯打字 比如说像我这个是单纯打字 对不对 我可以做一个memo 那如果说 我知道说这个 什么时间要完成 我就点进来 详细那种 详细那种的 有没有一个到到齐日 假设这个事情是我今天晚上回去要做或明天要完成的 我就把它按OK 有没有一个完成时间它会列在这里 但是不是只有这样 这样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因为你每个都加 到最后就等于每个都没有加 因为你要搭配什么 你的Google日历 不过我的日历比较多 事情比较多 我应该 不用给你看那么多 我就给你看 工作的就好了 这样变两周的 你看我刚刚 刚刚这个 有没有发现它要跑进来 刚刚我加的是这个 有一个是今天 这个就加进来了 所以说你可以从你的行程表现就很清楚知道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完成 这样你了解意思吗 那么 日历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解说 就是说你可以 日历 就跟邮件一样 所有事情都齐在同个月历 你只会觉得每天有事情 永远有事情做不完 所以 日历也要分门别类 好所以才会像我左手边这样 我把它分了好几个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弄 那么如果说 今天假设 这封信很重要 平常我当然会蛮建议各位就是你也可以占用这个信号 因为重要是加个信号 所以呢 以后怎么样 重要邮件点一下 全部只有星星 没星星的不会来 费费不会出现 让你了解意思了吗 所以如果说你听到养成那个 就是 管理邮件的好习惯的话 你会发现有时候我要找东西就相对比较简单 那 当然 星星太多 也会满天星 所以再搭配这样子的什么 就是标签 这就更好找了 我在这个标签面又是重要的 就是范围就缩小很多 这是一个很重要 那当然呢 你如果想要把它加到你的工作 你就从这边来 有没有新增到工作表 你了解了 可以像这样增加进来 假设这个工作你已经做完了 我就把它打个勾 做完了 或者说你在这边的动作就可以把已经完成把它清掉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了 如果你所有东西都交到这个同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可能会越来越多 所以工作表还是要分门别类 所以你看一下 我的工作表 也有分门别类 有没有 像我的工作 公司主要是做网站 什么网站还没有完成 我从这边看就一清二楚 所以我可以从这边来看 比如说像 我临终里面可能有某些课程 或者说像我的教材 有时候想到哪个教材 好像要再修正一下 我就把memo记录一下 你了解意思吗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 假设我通常挤在同一个 是不是也会不好找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你看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新增 清单 你可以自己命名 那万一您觉得说 这个那么小一个 好像不是那么好用 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这里 这样 够大吗 对不对 有时候你可能要打比较多字的时候 你可以像这样去打进去 所以 你可以搭配这样的工作表 那么 你在做的时候呢 是不是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那么 当我们把 已经完成的工作 我可以把它清掉 工作里面 清除已完成了 但是它不会消失 所以你随时以后 随时可以再回来找 这样子你在 做工作的追踪 或者是记录的时候 有没有变得比较方便一点 好我想这个这些部分 大部分的 其他邮件软件都没有 所以你可以善用看看 那我把画面先还给您 工作表预设没有打开 请你从哪里 从这里 有没有 左上角有个Gmail 从那边有一个工作表 这样你打开 就会预设有一个 好预设有一个 那 您可以用这个 邮件的方式 也可以用 直接当做一个menu 直接打进去的 OK 而且如果你是邮件 的话怎么样 你随时可以回去找到那封邮件 好比如说您看一下我这边 好您看这边 很好 假设我的代办工作好了 这个我先暂直瞄了 您看一下在这里 我现在这里 刚刚是不是新增这个 那如果你想要看这封邮件 有没有发现有比较相关电子邮件 你点一下就会把那封信打开了 所以他预设进来就是那个邮件的标题 但是你可以改 因为有些人邮件标题用的不好 你可能不容易去知道说那是什么事情 但是你把那个邮件改过之后 万一你要查那个 信件的来源 你点下去就知道 所以这个是蛮方便的一个 就是让你工作 比较好管理的一个方法